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王一博资讯 追风者的热播 得益于好的剧本好的团队 还有王一博等人的出圈表现 不愧是总台出品 好作品传递出来的价值意义就是厉害 看过追风者的人 才知道原来我们老一辈留下的银元居然是假币 了解到不少民国历史 十九陆军 大发国难财的宋代姐 金融体系内部的操控等 可算是看剧如同看历史 受益良多 王一博的剧果然有两把刷子 这种顶端级流量出演证据 才能更好的科普历史 增强凝聚力和归属感 拓宽知识 选剧本真的很有眼光 好了 这剧能够出圈的爆火 还有一点 就是故事情节的设定 在紧张和放松中拿捏住了观众 剧中围绕魏若来 这个金融界的翘楚开展 这个角色从小白花到后期的逆风 翻盘 扮猪吃老虎 大致若鱼 不过在随着牛春苗的出现后 就把魏若来的内在前职给激发了出来 又耸又刚 却骨子里很野闷 有胆有势 做事稳重有责任 牛春苗 古灵精怪 却善良仗义 不过幸好王一博不是魏若来 要不然这两人在一起 就是活饱了 整天不得叽叽喳喳吵个没完没了 按理说 魏若来比牛春苗大个四五岁 可是剧中却总被牛姐给拿捏 口齿牙印 满身的霸妻的形象 从一开始到上海 人家的目的就是退婚 魏若来也是醉了 被白吃白喝白住不说 还顺带着二十块大洋甩卖了 还要背负一个陈世美的骂名 你说可怜不 对于这个娃娃亲 魏若来打心里是又怕又宠 怕被他各种揍各种口无遮拦 又从心里把他当成自己的亲人 处处关心 他们在一起 虽然行动上总会魏若来被各种嫌弃 不够爷们 文若书生 不够狂野 可是牛春苗却依旧听他的话 依赖着他 他们性格互补 在两人被梁书绑过来后 魏若来一句 有什么你找我就行 把他先放了 由此可见 牛春苗在他心里的地位之高 魏若来能够加入共党 牛春苗是助燃剂 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 总会被牛春苗以武力解决 不是吹胡子瞪眼 就是直接上手 一文一武 相得一张 魏若来好生福气 左手一个精神伴侣审竞争 右手一个出手不凡的牛春苗 这可是王一博羡慕不来的 剧情有点搞笑的是 牛春苗中益的人 廖四说魏若来很适合他 不要骑驴找马 魏若来这锅背的好无厘头 一说一个不知声 一说一个委屈 我们都快笑不活了 被嫌弃不说 还怎么说成驴呢 这句看得乐呵呵 好不容易回到老家江西 魏若来想要先回家一趟 实则是想跟自己的爹说一声 自己的哥哥的事 结果又被牛春苗误解不想加入共党 直接绑了起来 说他胆小 欠收拾 做一顿就可以了 看完都想说 牛姐威武 哎呀 幸好望一博不是魏若来 要不然遇上牛姐 还不知道会有什么搞笑的对峙呢 这句已经追成了喜剧 每天都会被这对CP给整了喝了 一边了解历史 一边看他们互动 其乐融融 这部剧庆幸是王一博来演 给了我们一个多元化的魏若来 才会这么出圈 招人喜欢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一下 本频道专注王一博作品 资讯与综艺 一起为宝藏偶像打扣 感谢您观看影片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